其實我有想過黃紫嬌她是紅色 但是呢再想一想我曾經認識她的這個過程當中 我覺得她經過了很多的就是人生的很高潮 但是她也經歷人生的低潮 在這一路走過來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她是很理智 而且非常有智慧的去處理每一個她自己的情緒 還要照顧到別人 我覺得對我來講她是開放式的 所以我選擇白色 我覺得她是一個全然開放的 她會接受很多可能性跟很多的不可能 她願意去嘗試也願意去挑戰這樣子 但是呢在這裡我還是不免說一件事情 那也就是在三十年前吧 我為什麼跟佼佼這麼熟 是因為我曾經有一個聽說 我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 但是我也要求證於你 結果她曾經說過如果我要做唱片 我一定要找兩個人 一個是季鴻人 一個是黃韻玲 當然很多人都不知道這兩個人是誰 OK那也沒關係 但是你這張唱片 也沒有找我 但也沒關係啦 好再來我是覺得說蠻有緣的 因為我知道你12月26號要發行你的新專輯 我在1986年第一張專輯 我當弟弟每一年的重要的節慶都會發一些長輩圖 很可愛 謝謝姐姐 《幽小男孩》是我當時幼小的心靈受到極大衝擊的一張國語專輯 從包裝到音樂到唱功到詞曲都如此的精彩無比 整張真的是我心中的經典 後來幾年後我進入這個行業 大概就三年後 認識了小林姐 我真的是說過 我應該真的說過我想找季鴻人跟黃韻玲 因為當年他們是吻石音樂的電子合成樂器的高手 也是震撼我心的兩大咖 沒想到1990年我所隸屬的帥哥綜藝團出唱片的時候 真的有季鴻人老師的參與 可是就沒有黃銘玲 後來到現在1990到2018年 等了28年 我有跟小林姐解釋啦 這次的專輯為什麼沒有找她有一些原因 但她反而找我 19幾年的時候她的藍色啤酒海 我在這裡等你 不管有多少阻礙 除了你是唯一之外 這首歌我也好愛 她跟周華健 華健歌在2017年 小林姐的藍色啤酒海紀念演出的專場沒有出現 我去了 小林姐給我機會上台合唱了 我在這裡等你 不過那當然是比較小眾的場合 並沒有讓太多人去交流或分享 而且畢竟這個歌真的蠻老的 但是她很疼我啦 她也知道我真的很喜歡她的音樂 像紫貝殼啊 你給我的紫貝殼 再也聽不到還一樣的聲音 然後像那個悠傷男孩裡面的每一首歌 什麼下午茶啦 一瞬間啦 只是在一瞬間 你的雙眼 我到現在都還會唱 幾年之後她也栽培了黃品源、陳三妮、林小培 友善的狗唱片公司 很酷 甚至還有吳大維、蘇沛 那個時候我們合作很密切 跟他們公司 也留下了很多很棒的奮鬥的 為流行音樂盛世所付出的回憶 幾年過去小林姐一就好強喔 比如說 在12月1號愛之日常音樂節 我唱了一首陳淑華的歌 《亞瑟潘的四個朋友》 那個編曲太屌了 他不只是能寫 能唱 還能編 太厲害 然後 心動就不用說了 有多久沒見你 一位 哇 那個曲實在是 高級啊 高級啊 那個就是高級的K歌啊 妙就妙在 我雖然這次沒找他 沒想到2018年 我的女友孟耿如 突然間說要發 EP 突然間他們公司說要翻唱黃云玲的歌 突然間黃云玲老師成為製作人 配唱老師 怎麼不是我 怎麼是他們兩個變成正式的合作 然後比我還早發片 好奇怪 也許大家的命運早在30年前就注定 30年前我就注定成為他的粉絲 之後注定成為朋友 注定我要跟耿如在一起 注定耿如發片 莫名其妙會去翻唱黃云玲的歌 我記得當時小林姐好認真喔 她一直用WhatsApp發那個耿如的版本 不同版本說 你覺得這個聽起來怎麼樣 你覺得聽起來怎麼樣 我真是誠狂誠恐 小林姐你是一個 你是一個Super大咖 專業到整個華人世界都要靠你做很多事情的 竟然來問我的意見 Oh my god 所以你就知道小林姐很可愛 而且真的是 永遠都在時代的浪潮上 不會以老賣老 這一點實在是太強大了 那最後還是要對你智商盡力 尤其是在那個我初出茅廬的聽音樂的時代 你的作品絕對有醍醐灌頂毛色遁開的功能 太屌了 如果你現在告訴我 我人生當中十張經典的國語專輯 《悠傷男孩》絕對還是名列前茅 真的真的 我們一定會有機會合作 拜託你啦 我真的不太會 我真的不太會 求我 我就是這個 我心中會有浪潮的 名字 我會找你 我的證明 太誤她 你最聰明 我們大家看看 我正想找你